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我們不希望和大家一起大事批評 政府、某機構或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誓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深密一點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脈 問題的根源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我們希望聽眾可以用封音熱線的方法 和我們一起參與每次討論的課題 電話號碼是21341134 電話號碼是21341134 或者可以用ICQ的方法在網上留言 我們ICQ號碼是439457249 ICQ號碼是439457249 我們今晚說的話題 可以這麼說 是醞釀了都成一年 是關於醫生賣廣告這件事 和我們一起做這個節目 我們也有黃岸妍、George Ho、何佐治醫生 和稍後稍後李永康都會加入 好了 整件事的情況就是 最近是高等法院上訴庭 駁回醫務委員會禁止醫生賣廣告的上訴 大概一年前 應該就是養娥醫院裏面 有兩位醫生 外科手術醫生 在某個電視節目上 介紹或者講解 他們醫院裏面做的一種肝的手術 我不知道場景是肝的移植也好 最後被醫務委員會 告他們在做廣告 那兩位醫生 就覺得不放棄 醫生做廣告 其實他認為應該是一個對消費者 一件好事 那他就上訴 我自己本人大概在十八年前 寫了一些文章 是關於醫生做廣告背後的真正問題 想不到十八年之後 這個問題才能得到一種 我覺得是比較上愉滿的解決 好了 一般人都習慣 醫生通常不能做廣告 一般基於的理由都是 醫生是專業人士 不是跟一般做生意的人看齊 所以專業人士做廣告 是違反專業守則的道德 當然他有這種規限 大概一般來說 醫生只能夠在診所開業的時候 或者搬遷 或者結業 或者有新合夥人 或者其他醫生加油的情況之下 才可以做一個比較簡單 短的廣告 除此之外 就算他們外面被邀請去做訪問也好 他都要很小心 因為他所說的事情 他一定不要做到被人感覺 他自己跟同行裏面不同 或者超越同行的工作 有時候我們香港人 一般人都很輕一見面 在醫生的專業守則裡 醫生不可以隨便派卡片給別人 他需要有人要求 可以給我一張卡片 他才可以在那時候派卡片 這個情況 香港過去一直都是這樣 加拿大和美國 其實在近來 醫生賣不賣得廣告 這個問題其實一直都在開放 或者George 最近又回到加拿大 剛剛回來 George在加拿大行醫 都很十年 在加拿大 這個醫生賣廣告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我自己是從不准賣廣告到准賣廣告的醫生 這個階段我都經過了 最初是不准賣廣告的 你說幾年前的事 我出所畢業的事 我出所畢業是八五年 那時候 如果你賣廣告的話 被人差到 都不是很大件事 就是罵你 不要再打手板 就算數 不是很大件事 正正開房 可以賣廣告 因為我認識日文和中文 我也是日文和中文都賣的 因為當時認識日文的姊姊 真的沒有 只有我一個 所以那些人很歡迎 因為現在不用講軒文了 可以講日文 可以有姊姊 中文也是 還有我在一本雜誌 那時候已經開始寫一些 有關的 腰骨痛 還有那些文章 反應都很好 其實因為 你寫的都是專業的文章 那些人看見 這個很像我 我去找一下可醫生看看 同行那些 你寫不出文章的時候 你就犯法 別人買都沒用 你賣廣告 別人看見你的病名 也不知道你是什麼 那你一定要詳細的介紹 別人才知道 是不是這樣 那我要找一下可醫生商量一下 那我發覺 就是這樣其實是很好的 減少了很多那些 不必要的解釋 你一篇文章 已經解釋了很多事情 很多人知道 不用說你逐個逐個解釋 其實我覺得是很educational 對我整理區來說 當然 後來 最近 和雀練飛 什麼廣告都有 又說癌症 又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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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西方面 反而沒有這些 他們 不可以這樣 因為 那些同行 都張得很緊 為什麼呢 因為我知道 因為 職衣 以前 以前 我不是說 以前打手板算數 算數 算數 現在不是罰錢 而且 很多人 被人投訴 那些廣告 是不是西醫不能買廣告 而職衣不能買廣告 那些廣告 全部都可以買廣告 全部都可以買廣告 現在 你說以前 或者是有一個職衣 說 有一個特別的機 有一個 雷射的機 什麼病 什麼病 可以治好 這些廣告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變 我說變 是唐人 唐人方面的廣告變 不是西醫 西醫廣告 西醫廣告 是大家張得很緊 你不能夠越軌 你越軌的時候 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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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個指引 不能亂做廣告 你亂做 就被人罰 在他們的專業守則方面 在加拿大的脊衣 加拿大的西醫 加拿大的牙醫 其實都是可以做廣告的 全部都可以買廣告 但是 如果你有誇大的時候 就不用其他 其他的醫生已經張得你硬 不用醫管局 其他人都可以看得你實 但唐人分析 比較上來講 就是 我相信 可能因為你 告他不進 因為他是 因為醫務委員會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 我們一向都禁止醫生 買廣告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說 如果開放了這件事 很多這些 誤導性的廣告 或者 不真確的廣告 會出現 當然 他們是過去 禁止賣廣告的一個 這個一定是很荒謬 你有廣告 有廣告 其實也可能有誤導 誇張 根據現在的法例 其實是有了規管的 加拿大的經驗 就是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這樣做的時候 會被人扮死你 不單止是 普通的法律 如果你是 本身的普通法律 已經有了 即是 比如 所謂的 裁簿 即是你互亂比較 一些 或者你 根據廣告條例 根據廣告條例 根據廣告報紙 其實 你的廣告語言有問題 它不可以使用 即是 最高、最好、最美 都不可以 即是會誤導人 即是 目前的廣告條例 已經有這些規限 是 其實是有的 而且你賣廣告 或者你聽過什麼 trade description 那些 即是 貨品那些 標籤 類似 你說有假的東西 是有法例禁的 即是一向都有 一向都有 所以他們的擔心 如果有讓醫生賣廣告 會出現好這些 誤導性的 或者不真確的廣告 其實這個問題 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有法律 已經會處理這方面 你如果最擔心 最多就是 大家行家出來 講一些基本守則 這樣就解決了 這個不是 即是不要本末倒置 即是 即是你等於說 你亂吃東西會醫死人 那你是不是不吃藥 即是因此不吃藥 反過來 你提供資訊是一個人權 所以這個個案件 其實很清楚 即是人權公約第十六條 即是基本上有接收和散播信息的自由 所有人都應該有 人權公約 這個是世界性的聯合國 是世界性的聯合國 公民權力公約 公民權力公約 第十六條 人權法是直接抄襲進來的 而基本法 亦都是用類似的語言 這是普世標準 所以 這個普世標準 美洲人權公約 非洲人權公約 全部都有歐洲人權公約 都有類似的字眼 即是你有自由感 去接收信息 去傳播消息 這是人權來的 是 那你除非有理由 那些理由通常指 當然你那些色情 那些資訊影響到公共道德 影響到公共安寧 或者你宣佈這些消息 煽導人去打架 去搶東西 那些有法例 那些法例是合理的 即是你管這些東西 但除此之外 除此為了保護社會公德 社會秩序之外 的信息自由 當然是人權 即是我知道哪個醫生醫好我的病 這個還不是重要的 接收資訊的自由 沒什麼理由不是 即是我們過去的 禁止醫生廣告 其實一直在違反 人權原則 以及我們的資訊自由 即是這個條例出現了這麼久 其實你一直在違反這些 違反人權 你以前在廣告界做過很多 廣告界其實在這方面 已經有多少的守則 是吧 有兩個守則 即是如果去死港公司 去死自己做的守則 我賣出來的廣告 就像黃云先生那樣說 有個影視什麼什麼角 我忘記很長 影視有處 影視有處 那個就是一個很重要 即是買任何廣告買廣告 都最重要的是 是不是叫做False Claims 即是例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加士伯啤酒 前一陣子 以前有說過 他只可以Claim自己 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所以最流行就說 可能是最好的 他不可以說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啤酒 因為任何廣告 你Claim任何都可以 不要緊 但你要證明 這是沒有辦法證明的東西 所以你不可以 他都要做證明 例如他要做Research 去問一些人 去問一些大的Research Company A.C.Nelson 他才可以證明我這個Claims 是真的 後來可以證明這個Claims 是錯的 例如現在 證明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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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明全破壁 證明全破壁 其實破不破壁 根本就沒有關係 其實 也不是假的 他說他破壁 那他就是破壁 你說破壁是否好很多 他有沒有這樣說 他是不是暗示 即是令到你 引導你自己認為 破壁就好 破壁就好 過不破壁 這是一種暗示 不是 是引導性的 廣告手法一定有 引導性 是的 但我不管你破壁不破壁 其實根本 破壁和不破壁 根本就沒有關係 就是效果一樣 一樣 那最近這件事發生 就是這樣發生 就是這樣發生 結果如何 結果有些人 又說我破壁 破壁不是那麼好 不是破壁 又是Claims大賺餐 大家有機會說出來也好 其實這樣是好的 所謂資訊持有 大家都知道 原來這樣 這樣 我作為一個消費者 我才會選擇 你想想 例如我是一個外國 我第一次來香港 土董 我只有兩個選擇 要是打九個九 要是去找審所 但我不懂 我連英文都不懂 我是非洲人 懂法文 那死了 到底哪個資生好呢 很難搞 如果你完全 可能有張小的法文報紙 你懂法文 或者打到法國領事館問一問 這個資訊規管 其實我都不太贊成 不過規管成這樣 就很糟 我經常都用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即是我們說 那些人 開得聲 說得話的人 都是有能力說謊的 即是為了擔心 他說謊 騙到人 政府 立法局就做了一條條例 禁止任何人 在公眾場所演講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 這類的條例 是這樣的 其實是在做這些 很荒謬的事情 極權國家就是這樣 蛤? 極權國家不可以隨便 在電話門 拿一個蘋果箱 站上去發表演說 你會想怎樣 是 是 是不行的 醫生 你有沒有說錯 如果你不歡迎言論自由 那就是不行的 是 這個問題就是 衍生了很多 背後很多的利益 我們始終覺得專業人士 我們給專業地位 其實最終的目的 是希望他們能夠提出一些 好一點質素的 可靠的服務 即是保護大眾 他們很有趣 為什麼醫委會的人 或者醫生的同行 其實他們都覺得 如果我們給同行的人做廣告 很多這些假的廣告 或者誤導人的廣告出現 醫生應該是一個專業的人士 道德水準應該高一點 即是對自己的行家沒有信心 對自己的行家沒有信心 我相信是跟社學有關系 我是讀社學出身 醫生和專業人士不准買廣告 是很久以前的事 那時候很少醫生 很少律師 即是meritocracy 不准買廣告是一個 data symbol 我們不准買廣告 不准買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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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我坐了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認識我 我買廣告 那就好一點 快點可以有多些客戶 所以其實在社會的轉變 他們的結構 很小團體的理由結構 他們想保存 但到現在都衝擊到 不可以再保存 因為他們的團體已經是越來越大了 即是他們要和社會 他們的變化 要符合社會的變化 而且現在醫療的進度這麼快 很多事情 如果你沒有廣告 你沒有宣傳 那時候 你都不知道有些什麼 例如Pet scan Pet scan 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麼 Pet scan Pet scan Pet scan就是 它可以將你整個身體 scan一次 就可以找出有沒有癌症 就算很小的癌症 都可以找出來 Pet scan 不是 它是 一種正離子的 Positron Emission 也是 它那個理論就是 它 就是一種檢查方法 最新的檢查方法 做了以前的 你當你只是雞蛋 他照一照 就知道你有黑癌症 你就會比較 你就是照雞蛋來的 你就是照雞蛋來的 他的理論就是 你那些葡萄糖的新陳代者 那個率是不同的 如果你是有癌症的時候 因為你癌症 它吃很多的養份 所以他的葡萄糖的新陳代者 是快很多的 他用Pet scan 就可以知道 這個黑點 就相信是有癌症在 很小的 很小的 都可以看到 那就是 比較上來講 就是很多人 就想做 是 如果 我現在不說 他已經有了很多年 我現在在說 我現在也不知道 是甚麼 當然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些事情 很多人知道才是對的 譬如我大把錢 我很害怕癌症 原來可以這樣嗎 我都不知道 那你不用怕 你大把錢的時候 很多醫生 會不會回來了 這個Pet scan 會幫你做完的 你不用幫你做一次 每半人幫你做一次 每半人幫你做一次都沒有 我相信我遺傳有錢理性癌 我又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 原來可以這樣 可以預早可以知道 這些事情 應該是 越來越多這些事情 他們的說法 就說 那不用你知道的 你去醫生 醫生就知道 這些科技傳作 那不是不對 那便會幫你 安排你去做 我可以很容易想到 他們會怎樣 會這樣想 很多高科技的東西 是專業的知識的東西 那一般市民 可能都不會知道 說給你聽 說給你聽 都不會知道 你找醫生就知道 其實有很多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會貶低他的形象 將他成為一個商業的活動 那些病人慢慢地 就開始覺得 可能跟醫生 可能有些 談一下價錢 比較一下價錢 應該已經是 每個人都會生意 就是會令到 醫生專業的神聖形象 以及醫生和病人的關係 會受損 這個也是一個 我相信 聽說 他們醫學界內部 都做過一個大家的調查 看看哪些人贊成 哪些人反對 聽說 好像大部分人 好像說 90%醫生 內行的醫生 裡面的人都反對 當然 他們都顧忌這件事 醫生做廣告 對他醫生專業是不利的 所以大部分醫生本身 內行的專業醫生都反對 因為對他的行業是不利的 但現在我們問題所說 我們現在整個專業出現 社會給醫生一個專業地位 其實目的是 希望他能夠保護到大眾 為何我有專業 為何有註殺 為何有化牌的制度 其實我們社會 希望保護市民 最終目的是 專業存在是保護市民 專業存在 不是保護專業的 既得利益 專家的利益 所以你會搞錯了 他提出這些 其實講來講去 都是講他自己行內的形象會受損 當然是剛才所說的 如果他做假廣告 當然會傷害到病人 但假廣告 任何假的事 一向都有法例處理這些問題 還有一個論調 其實他們很擔心 現在很多醫療團體出現 如果我們容許做廣告 當然這些大的醫療團體 有足夠的資源 可能他手下有幾百個醫生 集體做廣告是不斷可以做的 電視可以做的 而普通的醫生 沒有這樣的能力 也可能有些醫生很有錢 他做某種手術 或者白內障 一個小時一萬元 他可以做很多 或者做眼睛那些 所謂激光雷射 矯形視力的手術 這些醫生是很賺錢的 流水作業的 做幾千元 一件事很快手 可能很多錢可以做很多廣告 所以他們會擔心 如果我們容許他們這樣做 這些機構和有錢的醫生 就比較好 而其他沒有錢的醫生 或者個人手頁的醫生 就變得不抵辣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原因 但我覺得這個思考方法很荒謬 等於有五個學生 有一個計算很厲害 每年都拿A 你現在叫他不要拿那麼多A 影響了B、C、D、E的同學 你現在不准你回答那麼多題 你回答實題 你只可以回答七題 至少拿我C 同學校道理是這樣 我在Vancouver 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 他們說得對 不是醫生 只是牙醫 以前個別牙醫 就是一個人 一個牙醫做一個診所 都很多 現在很少 都是集團式 因為你不是集團式 你買不到那麼多 那麼好的儀器 人家看到你說 為何我不去 那麼多儀器 去你那裡 你那些儀器 那麼落後 但如果醫院 因為高立醫院 就不會有集團式的出現 我相信任何一個行業 直接都是集團式的 你那些儀器 很多是很貴的 你一個醫生 你買不起的 所以 對一個病人來說 集團式的經營 其實 現在的問題 不是集團式 不是有公家醫院 市家醫院 根本都不是這個問題 你反而剛才 李永康所說的這件事 其實是很重要的 他們會這樣說的 你厲害 你厲害 病人會介紹病人 你都不需要用廣告 因為在廣告裡面 其實都不可以用 我厲害過別人的字眼 所以就算有廣告 你厲害不厲害 其實你都不可以在這裏 不可以表現出來 所以問題 不是說有沒有私人 醫院跟家醫師的關係 那個質素一定是比普通 你一定更厲害 你想想 因為你多些錢買這件事 當然是好一點的 這是你可以經營手法 譬如你說 如果有多些人 成為一個集團 用一個集團的手法去做 你便用這種方法 來經營醫療服務的事 這與廣告 其實可以說 不應該在一起 不關這個原因 即是厲害的那些 就按住他 不厲害的那些 遷就那些不厲害的那些 這是一個 反自由社會 反自由競爭的社會模式 不可以生存 不可以永遠這樣生存 所以整整一下 很多行業都是集團式的 因為你的資金大了 所以服務更多好一點 那時候更多人要光顧 整整一下 其實國體會不會被淘汰 這是很難避免的 我想說 在一個大城市 需要很多這些 貴的儀器 economy or scale 會不存在 當然 醫生、律師、會計師 亦都有很多是獨立經營 有些病人 可能都是中醫這類 獨立經營的好處 就不像很機械式 大大那些 所謂chain 或者這類的診所 可能是不同的醫生 這樣看你的 大家鄰間 跟公立醫院 或者其他大醫院 沒有什麼大分別 所以那個問題 做廣告那方面 當然有很多的原因 也都導致很多 行內的專業人士 其實可以這麼說 律師和西醫行業 甚至直骨神經科行業 他們都不喜歡 他們都不希望 但我曾經所說到 他為什麼不喜歡 就是因為他擔心自己行業受損 我經常說 整個專業的最終目的是 怎樣來到為市民服務 我們休息幾分鐘之後 我們再繼續 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打電話來 跟我們一起參加 參與我們今次的討論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 同類療法 和碗腸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 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 H-A-L-H-E-A-L-I-N-G.com.h-k 我們繼續討論 醫生不准賣廣告 最近被推翻了 我們都可以參考一下法庭 對這件事的看法 其實挺有趣的 其中有一個法庭的上訴庭 自己認為 其實現在醫生可以在醫生的名冊 互聯網 招牌 診所招牌 以及電話公司的電話簿 刊登你自己的姓名地址之歷 以及診證時間基本資料 好像很可以的 可以的 好像很可以的 但是呢 禁止在報紙、雜誌等 流通量較大的媒介 刊登相關的資料 他說這個不合邏輯 是沒有什麼理解的 我當律師行的時候 還未開放我買廣告 其實內部門還會收到電話 有人問做遺產 多少錢 離婚多少錢 是遲少人打來問的 那後來我又問問一些朋友 原來真的有些人 他又真是 懂得計算 如果我真的要找律師做事 那律師這麼貴 那怎知道哪些便宜呢 就不打電話 是呀是呀合理 就是周圍打電話 問一間律師行問一下 那你又無和無的 接很多這樣的電話 其實挺無聊的 那後來現在 什麼啦 謝偉俊律師行 離婚688 打開了 那不用打了 打不搜尋 你都知道 那這個就是一個 名義的價錢 最多我光顧這間 貴一些 那你解釋一下 律師也比較精英 在大學畢業 當然收貴一點 服務好一點 那你相信 他收到一千 沒所謂 那些是街角 我五個水搞定 那你都知道 對呀合理 有謝偉俊的標準 那就好 差多遠 你不用突然间要离婚,周围问朋友,哪个律师,哪个价钱,如果不认识律师,我唯有逐个电话去打,如果你不想被人戳的话 对公众来说,这个资讯对他们很有帮助 现在看网页,医生有很普通的资料,譬如我的脚痛,我是痛风,我想找骨科去看 但我最想要知道,医生是否懂得治疗痛风,我找不到这些资料 我相信将来,就算有这个广告开放了,其实我相信他们的守则都不会让你说,医生是否聪明 只不过你有这方面的经验,你会进行这方面的经验 至少我知道,你有没有医过多少个痛风病人,成功率是多少 这些很重要的嘛 你都知道大律师是要律师请的,是转病的 你说找一个律师,你当然以为是律师去选择大律师 当然会选择,其实大律师都是各个专场的嘛 有些打刑事,有些打婚姻,有些做copyright,是吧 可能遗产,可能不同,但你知不知道 你怎会知道,律师不是很知道的 自己的行路都不知道 他只是靠行路里面,是这样的 有时吃饭,听下这个好不好,大长行不行,打呀打呀,打呀,打呀 有些不够难呀,有些不够扯呀 是这样的很灵散的信息 其实英国有做过一些研究,发现大多数律师行 其实是帮来的那几个大律师 就是朋友关系的那些 是很有限的 因为其他那些又不朋友又不熟 我不知你的专长是怎样 无论我介绍客人 所以他就讨论了 但多时间找一些相熟的律师 反而不是知道是谁最好去找 而是熟 大约是可以的 做事都妥当的 其实你找不到最好的大律师 后来就做了个名册 哪个大律师打什么案子 他专长了什么 最好就有贏的一个 公道的应该 你想想这个行业 行家自己有这个资料也是应该的 不是我们已经转聘了 但竟然没有 当我做九年初的时候 我仍然是靠口碑 口碑其实很多人是不知的 我仍然是来到那几个大律师 来到那几个大律师 平平的 平平的 一个律师 平平的 一个小圈子为了位 其实是完全对消费者不好 他自己找又不行 那几个大律师 平平平的 在Dickens Bar 星期五 聚会那几个人 那几个大律师 你以为是这么专业 你依赖他 是对的 其实就是不对的 原来 他都不是很行的 你猜不到他这么怡气 其实是很怡气 背后其实很怡气 再看看上诉庭的判词 那个理由 刚才所说的 既然你在某些渠道可以做 那为什么不可以在报章呢 还有一件事 他就说 我刚才所说 你不可以介绍你现在医务所里面 或者手术方面所做的特别的地方 那那个上诉庭就说 他说 如果当医生 需要向公众介绍新医疗科技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宣传自己的经验和专长 其实我相信 养和的问题就出在这 其实他是一个节目访问 他关于一些可能肝的治疗方法 养和私家医院 是吗 养和私家医院 如果他投资一些新科技 放一些新仪器 他当然想有人知来光顺 那很合理 那你不是政府医院的 其实当时那个 我相信不是一个广告 只不过是一个电视节目 是一个电视节目 是吗 那当时他说 你不能宣传自己的经验和专长 但上诉庭认为 当医生谈及新的医学发展时 其实是无可避免 要提及自己的资历 是吗 如果用限制 这种限制 你会减低医生 进行公众健康教育的医癒 是不符合公众利益 即是 我跟你说 说一下之后 就被人告 所以这个法庭 都指寻一点 是吧 如果你这样的手质 我真的想做些大众的教育 但是一下子不小心 被人当你说你是这样 其实这件事 就是这样发生 是吧 不得以无知 或者没有控制权作用 其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比如有时候 你是某医疗机构的其中一个医生 那个医疗机构 就帮你去外面做宣传 他所做的宣传 是触犯了那个条例的 现在那个医院议会说 如果你是他的成员 你不可以说我不知道 这个医学团体做些广告 你不可以说不知情 或者我控制不了他 作为解释 这个上诉团认为 这个太过严谨了 是吧 你怎样可以这样 还有保障宣传不当的目的 因为保障不当宣传的目的 是不成比例的 这个也是上诉团 是否决医委会这方面的限制 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 大机构会来 那他用这个手法 会令到医生不敢加入 这些医疗团体 如果医疗团体 帮你做一些基本的宣传广告的时候 如果他触犯他 你的医生就说犯了条例 那是否令到你不敢加入 这些医疗团体 其实现在很多医生都是很厉害这些 好像美国的HMO HMO是控制了医生的收费 限制他要看多少次 因为他从经济方面来管制 所以很多医生都很怕这些 将来香港医疗的气氛 将来香港医疗的气氛 没有变成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 如果这样的时候 你经常都是租质医生 始终来说 我就走去 不做了 美国很多医生不做的 有个开了很厉害的 我宁愿做厨房切菜 你割错了就被人告 你弄两弄一又被人告 切菜不怕就不怕被人告 这个医疗诉讼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很严重的 租资区医生和加拿大 就剪掉他们的费用 不让限制他们收钱 那又证不了 我退休 现在靠大 有罵医生方 因为很多年纪都退休了 没有人接班 到过了几年之后 很多人都没有医生看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因为租失医生 人家这么多年才读到医生出来 要赚钱的时候 又不让人赚了 那就走 应该不做 医生不是因为没有钱赚 但他认为赚得不够 他们两三倍不够 可能要十倍 要同等学历的人的十倍 其实他不是说不够 一般医生的平均收入 都是在各行业中最高的 都未必 平均来说 金融高很多 而且在香港也很辛苦 当然他们是费力 医生是费力 医生是费力 几八分钟是费力 不是在主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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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费力 去找费力才容易 其实很多医生都是 我认识有些病人 他们是帮医生和律师做投资 他们很多钱 他们多到不想知道 总之到时候 就给你这个投资基金 他就帮他们做 这个病人告诉你 他们不是没有做到这个 他们也是有的 不过他找到统金钱 就给你这个投资 最后也是 舒服的赚钱 就是钱赚钱 但起码专业人士 有这样的能力 赚多那笔钱去投资 一般人是鬼有的 你看现在香港的物价 住屋 是基本的 有几个人真相正正 可以住得起 这就是香港现时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要买屋 我告诉你 我计算那条数 租屋好多 买屋好多 在香港就是 现时 现时 租屋好多 买屋好多 买屋好多 是一个无底心谈 吻个话就不是 吻个话就不是 吻个话就不同 你当然吻个话就不同 你扭就行 汇水就行 当然 国情不同 我们现在汇水就跌 扭就跌 医生 你记不记得 我记得很有趣 你说医生不买广告 那是不是不是医生 就可以买医学广告 因为我小时候看很多 那些 严医其难习症 然后拍了那些人 那些 有些瘋癌 又医回好 是呀 感谢藏 感谢信 很多这些 十年只手举不起 现在又举得起 很多这些 现在就不觉有了 有 有 报纸有 反而不是正式医生 那些 其实早期这些广告 通常是中医界 正打 当时他们是不管他们 所以 某程度上 都触犯了条例 香港有另一个条例 叫不良医学广告条例 但始终 其实都在犯法 都有去跟进 但始终 你那边跟进 那边又来 因为他没有所谓 他就再来过 但医生触犯了这条例 如果你不断被他罚 最后他会掉下来牌照 因为最厉害 你没有牌照 那你们不能做 你不能坐牢 但其他那些 很多不是 例如香港以前 有一个整容 他根本不是正式医生 挂牌的医生 他可能去日本 学过一下 他经常这样做 广告很大 我想 有跟进的 捉完他又捉 他又做了 走来走去 最后都停止了 所以当时 很多这里的广告 很多是中医 那些 很多人 在过去 每个人都做中医 你自己说 你自己喜欢 就是中医 所以在那时候 这些广告 是这种情况出现的 好了 那我就看看 一般来说 我们说 为何我们需要做广告 当然 在这件官司里面 那么 那个仰和医院的医生 也说 他当然 以公众利益为主 他说 做广告可以增加竞争 速成个专业减价 那 当时我不知道 他真正的目的是这件事 但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崇高的理由 是吧 现在懂得找一些理由 去判断这些 没错 他需要 他不通 他不通 是真相吗 其实 大家都知道真相 这个真相 就是 现在这个世界的所谓 Globalization 其实医疗服务 都是全世界去的 你看看 香港最近的 所谓 健康的 Health Exhibition Matter Exhibition 很多外国的医院 来香港是找病人 我知道 泰国做得很大 泰国 台湾 很多 其实 养和医院 你猜自在香港吗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 去大陆 去广告 去大陆 去广告 去广告 没错 买广告怎么办 没错 台湾买到广告 菲律芬可以买到广告 香港不买广告 其实这是真正的原因 其实行不行 他不是在外面 买香港法例 就管不了 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 是的 是的 我在深圳卖广告 你吹我 是不是 深圳的 科物流 在香港卖广告 是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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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像 如果台湾是可以的 香港的 是不是都可以 应该可以的 但是 最后 那个市场 已经不是香港人 尤其是 尤其是这些人 私人私家医院 你看看 最近 中国的 孕妇 来香港 30元 其实 香港成的资源 是给香港人用的 很多医生 用什么方法 阻止 所谓 提升的价钱 大陆人 一旦有钱 提升的价钱 就是 找多些收入 不是很多人生子吗 当然很多 都不见了 有人说 他以前给了钱 不用说了 已经既成事实了 不用说了 你应该有空去北区医院 看看你这么近 就是 其实 打到人家了 讲过了 讲的理由 当然是很崇高的理由 背后来说 这么多年来 都不记得你提 我十八年前 写多些文章 已经说了 背后的问题 但是 要这场官司 才将这件事 解决了 当然 为什么有些人 会需要 当然 就算何医生在谈 很多新人 知道吗 来到一个香港 或者回到外国 刚刚毕业 你要香港 就是你要搜业 你知道 现在香港的 就是那个 那个 营运 那个成本 很高 你那时候 搜不了很久 你觉得 不足够资金 所以 希望 借助 廣告 快点 让人知道 它存在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 如果我的医生 特意花时间 去学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都不可以 告诉别人 其实是不公道 我真的 特别 为了病人的需要 我去接受 一些特别的训练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因为在很多行业 中医 脊骨 神经科 都有这种情况 因为这些这样的条例 令到很多的作业医生 没有办法去做广告 结果他找了什么方法呢 他就成立很多学会 因为你成为一个学会 你成为一个会长 你知道传媒永远都是这样的 有什么需要 访问 当然 找你会的会长 你平时做不到的人 不会折扣你的 那你就多做一些学会 可能没多久有第四个 其实你看到的原因都是这样 有多少人 那几十人都不及百人 需要这么多学会 其实背后都是这样 你做会长 就想着会多些传媒的访问 好像省港澳会 就是最新的一个 就是有这样的 要是选拘议员 其实背后背后 其实我要了解 为什么 真正原因 真正禁止 大家不想同学买广告 其实很明显 就是不想有这些 所谓真正的竞争 可能会变成恶性竞争 你看看律师行 很明显 你以前你真的 我有个律师朋友 他跟我说 他自从那个广告出现了之后 他那家律师楼 差不多占了 离婚的生意 差不多四五十个百分比 是很厉害的 所以你问 为什么这种现象出现呢 香港人真的很惨 那么多年来 都不知道哪里去 突然之间有个律师行 就是这么说出来 百分之五十 他跟我说 这个是自己的律师 这个是自己的律师 他的生意全都走 去那里 这个现象 就是他自己内部 知道的资料 好了 他要减价 你也这么说 至少不要怪不得 说给你听 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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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那就是 真正的原因 就是 怕着内部 惡性竞争 就是 价值一向一向一向 这个律师是有这个现象 是的 已经看到了 但是这个就是律师利益受损 不是市民 市民就得益 是吧 我常常在那里叫人 电灯公司 做多些 发电厂 做多些 其实都是为市民着想 好了 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都是很真觉的 在这个竞争过程 有时候 很难免 大家互相同行 会将 结路同行里面 那些 不见得光的东西 可能做错些东西 这也是好事 对 大众来说是好事 但是对医疗 医伤 他们就不想 不高兴 那些理由 都是为了行业利益 很明显 这是真正的原因 这个形象肯定会受损 如果这些商业行为出现的时候 这种现象就会出现 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 在一个层面的 广告问题 其实还有一个层面 是更严重的 我过去也讨论了很多次 我们在这个节目也说过 就是所谓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是吧 那 不良医药广告条例 在字眼上一看 就以为 你不可以 做些不良的广告 是吧 不良广告当然不要做 是不应该做 是应该法律制裁 你现在看到 香港政府 自从十年的教训 他现在懂得改名 你知不知 不不不 如果他以前 就这样说 医药广告条例 是 他不会说不良医药 他说不良医药 他说不良医药 你也知道站在哪里 是吧 是吧 香港政府 能够多了 已经一开始 就误道了 给了你 你是不良医药 你反对我 你这么坏 是吧 不良医药 不良医药 都反对 但是内门 完全不是在做这件事 内门就是禁止医疗资讯条例 因为在内容所说的 其实对大部分人类 一般文明地方人的病 可以说 人本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病 你都不可以声称 有任何的服务 或者产品 是可以帮助 不要跟着他 不要医治他 舒缓他都不可以 预防都不可以 什么都不准说 其实所有传染病 都不准说 所有传染病 你都不能说 有任何方法 可以处理 舒缓 或者防止这些病 其他一系列的病 可以说明 不是说 你的广告 是不是不良 或者是真实 有没有根据 其实基本上 就是你不准做 包括你有百分之一百的 科学证实的东西 你都不可以说 都不可以做 所以这个不是 一个不良医医 港口条例 这是一种 禁止医疗 资讯自由 的条例 为什么这些条例 会出现 医生也需要 医生也需要 希望有人知道 他在做什么 医生很聪明 他就不用自己做 他就成立很多 这些疾病基金 防癌基金 防癌基金 癌症基金 腎病基金 心臟年老会 学会 关怀爱之病 这些 其实这些团体 你真的 看看他里面 做的什么 其实大部分 都是跟西医 做的专专 基本上 他讯息就说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要筹多些钱 因为很多病 有这些问题 筹多些钱之后 是怎么去 帮助那些人 能够接受这些 所谓的 建制的医疗方法 其他那些 小心点 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科学根据 其实整个 这些这样的 外面 坊间见到 包括所谓 病人权力会 所做的事 完全是推药 来批评 西医所做的事 所以说 他根本西医 不用自己做广告 一个行业 不用 因为整个社会 整个传媒 都是帮助他做这些 是吧 我们再看看 遲些 或者说一说 就是医生的称号 是吧 现在整个医疗 在一般人的意识上 以为只是西医 可以叫医生 其他都不是 其实这个 是一个 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法律的基础 已经被法律上 推翻了 但是香港很多 传媒的人 都不知道 都完全不懂 其实 底子里的背后 是什么 踩下西医以外的 其他医疗方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严重的阴谋 为何我们要提出这件事呢 因为为何我们 现时面对的健康医疗问题 我们的医疗费用 不断地增加 令到我们根本就是破产 全世界都是 别说香港 任何以西医为主流的医疗 那个国家 全部都在破产 那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现在的思路 就以为这个问题 我们的钱还不够 整天都这么说 我们不够钱 用想尽办法 要我们的坊间 私人的公司 个人自己 就要多些是供款 那样 我上次 好几次都 都看出过 根本这些 这样的方法 根本是一点都不够用的 就算你供 你供到二十多年 三十年退休的时候 任何一种 任何一个病 已经帮你洗毁了 所以 我们要常常强调 背后的问题 我们都说了一本书 《苹果魔鬼的经济》 这个作者是一个 可以说近代的年轻的 获贝尔奖 差不多是一种 年轻的诺贝尔奖 他也拿了芝加哥大学的 一个最年轻的 tenure professor 有中心委任制的教授 他写了一本书 他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 概念 他就叫做 资讯不对称 其实我们 现时社会上 很多很多的问题 都是出现 是因为我们的资讯不对称 有资讯的人 是欺负那些 没有资讯的人 很多人是被人剥削 都是因为这个问题 整个香港现时的 医疗价格的问题 为什么出现 就是因为我们 很多的有效的医疗方法 都是因为这些 这样的条例 医生不准买广告 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令到香港人 是不知道 其实是有些更便宜 更有效 可以彻底解决 香港人的慢性病的医疗工具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 这样的条例 改了之后 其实香港医疗问题 可以慢进一步 可以很快解决 好了 我已经看到第一步 我等了十八年 医生不准买广告 应该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是一个小部分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条例 就是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我经常说 不要只说个问题 怎么解决 其实不良医疗广告条例 其实是很容易解决的 我们将那条条例 改回证据应该本来的原意 原意就是 就是说你是没有根据的 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 没有任何的资料 显示有效的东西 你就不能亂吹 那你就说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说 总之任何东西 都不准买广告 我只不过 是真的没有科学根据的 没有资料 我叫Evidence 没有Evidence 没有明显的证据的医疗方法 就不能来宣称 他做到这些东西 其实这是原意 我们需要这些正确的条例 医生 你原意也好 但是我现在有个担心 就是 如果我们立法会 今次输了 你说什么都没用 他喜欢怎么写 就怎么写 如果我们输了三分二字籍 谁输三分二字籍 民主派可以输很多 民主派就推这些 你不要以为 最无知 最无知 我告诉你 我没有肯定 我们是很赞成普选的 但是我觉得 不会很多人选民主派 民主派过去做的事情 就是这些 保护这些条例 所以不是民主的意识 这个和民主是不同的 我不是说民主意识 而是我担心你的原意很难实行 我觉得 比如民主派 民主派对这方面的认识 真是 认识是正确 我所认识的 他认识正确 但是他实行这上来 他又要想利益 你明白 那难道民主派那些 不想利益 你估不到他 我们更加 更加维护那些医生 那些律师的利益 你想想 民主明星 郭嘉琪有份 梁志鸿有份 这些就是传统医疗 你不是的话 立刻就没得玩了 所以如果是 这些维护医疗利益 什么派期 我都不理 你知道 我们在香港出路 香港的大人度 从来都不理 什么的背景 什么的政派 其实对我来说 党派完全没关系 最重要 你做出来的事情 是否能够真正正正 为香港解决香港的问题 为香港尋找一条 真正的出路 好了 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次再 和大家讨论 另外一个课题 OK 拜拜